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没有退休金 更没有高额存款 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人唯有子女 可是 现实生活却往往出人意料 让养儿防老变成了养儿男防老 大部分老人的晚年都得不到保障 也许正因如此 养老问题成了压在大部分老人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 他们哪怕有儿有女 也依然会为自己的晚年感到焦虑 可如今在71岁的吴大爷身上 却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自从老伴去世后 他的两个儿媳都抢着给他养老 为了能够把他接到身边 两个儿媳甚至还当着他的面大打出手以表小心 仿佛他就是一个香伯伯 谁都不舍得放手 可吴大爷却只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哪怕自己独自生活 他也不想跟任何一个儿媳养老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另外令人不解的是 儿女都不一定会给父母养老 为什么两个儿媳恰恰相反 争着要给老人养老 而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几乎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 吴大爷又是为什么要逃离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来到了吴大爷家 听吴大爷给我们讲述了他经历过的事情 今天的讲述人是来自山西的吴大爷 原来两年前吴大爷的老伴被查出患上肝癌 而且还是晚期 为了让老伴能够得到好一点的医疗条件 吴大爷向在广州安家的大儿子提出 希望大儿子能够把老伴接过去 可是大儿子却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说了一句他要和妻子商量一下就没后闻了 吴大爷虽然很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儿子不当家 想要让老伴过去 必须取得大儿媳同意 而吴大爷对大儿媳一向没有好感 他觉得大儿媳太势力 太薄情了 每次回来都会指使孙子向他们要红包 而他们却从没为两个老人买过任何东西 正是看穿了大儿媳的为人 这些年来 除了大孙子出生时 吴大爷去看望过几天之外 其余时间吴大爷从没到大儿子家去看望过 不是他不想儿子 孙子 而是不想让自己在大儿媳面前活得太卑微 更不想被大儿媳算计 同时 为了避免麻烦 他宁愿窝在自己的狗窝 也不愿招人嫌弃 可这一次他实在是没办法了 看着老伴被病痛折磨 他心里刀割一样难受 另外 他知道老伴其实是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 多和儿子 孙子们在一起 这可以说是老伴最后一点心愿了 为了完成老伴的心愿 同时也是希望老伴能够少受一点罪 他只能向大儿媳低头 亲自给大儿媳打电话 并他想不到的是 大儿媳还是拒绝了他 比如是家里有孩子 担心孩子会受到传染 拿孩子当借口 吴大爷被气得说不出话 他只能再一次给大儿子打电话 直接下最后通电 对大儿子说 既然你们不希望我们过去 那你们就回来照顾 大儿子说自己工作忙 无法抽身 但他愿意出钱 还说母亲所有的治疗费用 他都愿意和弟弟平摊 听到大儿子的话 吴大爷心里一阵阵发冷 他对儿子说 我不缺钱 但你身为人子就应该回来照顾 如果你不回来 那就是你的不孝 其实 吴大爷知道 大儿子这是心里不平衡 认为他偏心小儿子 不然怎么不去找小儿子 说起小儿子 吴大爷心里也难受 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 最终却反而便宜了亲家 一年365天 都在亲家跟前进校 而对于自己这个亲生父母 却像外人 每年只有在清明节祭祖时 才能见上一面 想到这 吴大爷心里直发酸 他想不明白 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儿子 原来 吴大爷的小儿子研究生毕业后 就留在了外省 同时娶了当地的一个独生女为妻 那时刚刚毕业的小儿子 还在起步阶段 可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结婚时 连接像样的婚房都没有 可当时的吴大爷 也实在无能为力 毕竟 以他的工资供两个儿子读书 已经是非常吃力了 根本没有余钱再给儿子买婚房 记得小儿子结婚时 女方父母只要让女婿和他们一起住 还说会把女婿当儿子一样对待 这对于当时一无所有的小儿子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条件 就这样 小儿子自从结婚后 就一直住在女方家里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上门女婿 想到这 吴大爷是有苦说不出 他心里比谁都明白 以小儿子的家庭情况 更不可能把老伴接过去 哪怕小儿子愿意 可小儿媳和两个亲家 也不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个病人住进他们家 更何况 住在别人家里 小儿子根本没有发言权 不过 吴大爷还是给小儿子打电话 希望他能够回来陪伴病重的母亲 吴大爷说自己和老伴什么都不缺 唯一缺的就是身边没有子女后代 冷冷清清 两个儿子在收到吴大爷的最后通牒后 不得不赶回老家 只是他们一个陪了五天 一个陪了十五天 就都以工作太忙为由 留下吴大爷独自照顾病重的吴大娘 他们走后不到一个星期 吴大娘就病逝了 对此 吴大爷对两个儿子和儿媳不是没有怨言 只是 哪怕他们再不好 吴大爷也只能认了 而最令吴大爷气愤的是 两个儿媳都不愿意把孙子孙女带回家 宋老伴最后一程 都说孩子在上学 回家的话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吴大爷不明白 几天的学习难道比宋奶奶最后一程还要重要 这两个儿媳的所作所为让她非常失望 如果不是为了不影响老伴的葬礼 她真的想把他们俩赶出去 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两个儿媳还有后招在等着她 送走了老伴后 吴大爷平静的生活瞬间被打破了 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原因是 两个儿媳以善良老人为由 都抢着要给她养老 抢着要把她接到 这一幕让吴大爷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 没有人比她更明白两个儿媳的用意 他们哪是为她养老 分明是看到她身上的价值 其实 众所周知 吴大爷是一名体制内的退休人员 他的退休金非常客观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他就是一只会下蛋的金鸡 而更令人疯狂的是 吴大爷身上还有五年前的一笔征地款 可以说 吴大爷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土豪 还是一个用之不尽的土豪 他身上藏了这么多东西 他的两个儿媳又怎么可能放过她 为了防止吴大爷偏心 两个儿媳几乎释出了吃奶的力气 想要把吴大爷拉到自己的阵营中 吴大爷对此心里是一清二楚 看着两个儿媳在自己面前长篇大论 他只当是看戏 而心里对两个儿媳却更加反感 其实 两个儿媳不知道的是 自从老伴生病后 无论是儿子还是儿媳 他们的态度都让吴大爷寒透了心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吴大爷对两个儿子和儿媳不再抱有希望 他心里比谁都看得明白 两个儿媳哪是要为自己养老 他们分明是想要自己的退休金和征地款 而吴大爷从没想过 要让儿子和儿媳为自己养老 特别是经历过老伴生病这件事后 他更看清了养老只能靠自己 也许是看开了 吴大爷一早就为自己做好了安排 他把两个儿子儿媳叫到身边 再把征地款和老伴生病所花费的所有费用 透明化的一一摊在桌子上 然后再把剩余的钱一分为二 明着对两个儿子儿媳说 分了这些钱 我这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也不用再惦记了 至于我的退休金 那是我的根本 如果你们还要脸的话 就给我闭嘴 两个儿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连两个儿媳都摆着脸 一副非常难堪的样子 他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对他们非常宽容于忍让的父亲 居然也有不顾他们面子的时候 不过 两个儿媳似乎对老人还是不思心 在脸面与老人的退休金之间 他们可能更担心吴大爷的退休金给了别人 说不管怎么说 孩子都是你的亲孙子孙女 哪怕你再不喜欢我们 也改变不了你是他们的亲爷爷这个事实 希望你能多想想他们 儿媳的话让吴大爷火冒三丈 如果不是顾念着大人有失身体 吴大爷真的恨不得把他们俩打出去 也许是太生气了 吴大爷对着两个儿媳直言 我哪怕是带进棺材 也不会留给你们 像你们这样的德性 孩子都被你们带坏了 实话告诉你们 与其跟着你们养老 看你们的脸色 我还不如再找个老伴 我自己的日子自己说了算 谁也别想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你婆婆不在了 以后你们也不用回来了 我们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 大家都相恶无视 其实吴大爷只是外表强势 实际上 他还是被儿媳的无耻伤到了 他知道自己和两个儿媳之间谈不上感情 但他还是希望彼此之间能够留点体面 能够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 吃个饭 聊聊天 可是 现实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把他对儿子儿媳仅存的那点亲情都打没了 送走了儿子儿媳后 吴大爷就病倒了 大家都知道吴大爷是被儿子儿媳欺病的 当时村里很多人来看望他 有人劝他想开一点 说大不由娘 更何况还是不能当家做主的儿子 至于儿媳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 又怎能指望他们会向着自己 也有人说吴大爷太傻 明明可以跟着儿子一起享福 偏偏要和儿媳闹翻 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而恰恰在这时候 有人给吴大爷提议 让他再找个老伴 想不到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 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可行 主要原因是 吴大爷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关键是他有退休金 凭着这份退休金 就可以养活一家五口人 换句话说 只要没有大病 这份退休金足以让两个老人生活得非常好 都说钱是人的胆 其实很多时候 钱不但是人的胆 还是人的底气与退路 正如吴大爷 因为有退休金 两个儿媳才抢着要给他养老 同时也是因为有退休金 他才有底气拒绝两个儿媳的赡养 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 退休金就是他最大的保护伞 假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没有退休金 大概率下他会如同众多普通老人一样 两个儿媳根本不可能抢着给他养老 说句大实话 两个儿媳能不嫌弃他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后来听说吴大爷还是拒绝了亲乡们的提议 他说自己都这把年纪了 再找也只能找一个老太婆 最后指不定谁伺候谁 又何必惹麻烦 通过这件事 笔者想说 任何时候靠自己才是硬道理 特别是养老问题 有时候不是子女不孝 更不是子女不愿意赡养父母 而大多数时候往往是子女也无能为力 毕竟在如今的高消费时代 子女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就已经是最大的孝顺了 所以在我们还能够工作 还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就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多做点准备 多存点养老钱 其实有时候 哪怕子女生活无忧 如果父母总是向子女伸手的话 同样会影响亲子之间的送给 没有哪个人会喜欢那个总向自己伸手的人 更没有人会喜欢 连磕糖都无法给孩子的人 哪怕感情再好 也会在一次次的伸手中 被慢慢消耗掉 而想要维持一个彼此都舒服的关系 金钱就是最好的边界感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特殊需求的话 彼此都尽量不要打扰对方 只有这样 亲子关系才能变得和谐 家庭才能和睦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